大家好 我是A-Soul经部培训员来自幻象 下面我们将进行VB80集第37集 正则表达式1 什么是正则表达式呢 正则表达式呢 它是一个处理字符串的外部工具 它可以根据设置的字符串对比规则 对字符串进行对比替换的操作 我们原来也学过利用函数 利用Lag运算符对字符串进行处理 那么今天所学的正则表达式 它有什么优势呢 第一个优势 它可以完成更加复杂的字符串判断 它的判断能力 它的判断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Lag运算符 第二 在字符串判断的时候 它还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开循环 从而达到提高预行效率的目的 因为一个程序 它循环次数少了 它的计算次数少了 它的预行效率 预行速度自然会提高 为了说明这一点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字符函数来看一下 它的优势 这是一个提取中文和数次的一个字符函数 如果我在第二个参数中设置一的话 它会提取 数字 如果设置二的话 它就会提取中文 那么这样一个字符函数 如果按照以前我们这种思路来编写 我们先把这个字符传达一个一个进去猜分 然后判断它是中文 判断它是不是数字 然后进行连接 那这样一个字符函数 如果用 正能表达式呢 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只需要两个字符 就可以搞定 我们看这个 斜杠D 那这个呢 就是把非数字的 全部给替换掉 第二个 斜杠 搭小W呢 这是一个把所有非中文的一些字符 全部给替换掉 从而呢 留下中文 那从这个例子我们一看出 我们平常使用循环完成的功能呢 我只需要设置一个规则就行了 那么怎么样来使用呢 像前面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下面来介绍一下怎么样来使用正则表达式 我们在开始也说了 正则表达式它是一个外部工具 只说一说到外部工具的 因为A-SOL的自身没有提供 像我们原来学的字典一样 使用的字典一样 那字典呢 它就也是有外部对象 我们要使用呢 我们首先呢 可以使用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引用法 这个引用法的好处就是 它会 就是说你输入这个对象以后了 你输过点 它会自动显示这个对象的所有方法属性 那怎么引用呢 点击VB编辑器的编辑菜单 工具引用 在这里面我们找到 Megosoft 然后VB Thread 这个大家记住 大家看清楚了 其实你呢 只要认识前几个都行了 VB Thread 这最后呢 是个5.5 这个版本上 我感觉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了 你选选它以后 然后点确定就可以了 这是个引用 那怎么样能够在程序中创建呢 我们可以使用 像字典一样了 声明一个变量 s new 这么表达是 大家注意也比较少了 这个new 和这和声明字典是一样了 这是第一种方法 那第二种方法呢 是创建法 就使用 Coreal Coreal Object 来创建 那这个含书来创建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里面的拼写 拼写的 别弄错了 VB Thread 点 Ig esp 这个单词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怎么拼写了 外面呢 加一个 Coreal Object 这个呢 别忘了set 因为这个对象复制呢 一定要加set 这是一个直接创建法 你创建完以后呢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对象了 这是一个 就是说怎么来使用 如果前面你不进行 那你在成语中直接用的话 他是不让用 他会提出错误 你用上面两种方法之一 创建完以后呢 下面呢 就可以使用啊 这个正在表达师了 我们下面了解一下 正在表达师的几个常用 熟悉还有方法 第一个是 GROB 啊 Globe 那这个 他这个属性 他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一个字符串中 来搜索另外一个字符串 如果 他的值升为处 就是搜索 全部复合条件的字符串 你比如说 在ABC第一 A 这次搜索A 如果你这个值升为处的话 他会全部搜索 搜索出来 那如果是Folz的话 他只搜索到 第一个复合条件的A 就会停止了 所以说这个呢 一般情况下呢 他值呢 都是处 因为呢 我们搜索的都是全部搜索 这是这个例子 咱们看一下 Dim R1G S 正的表达式对象 SR等于 这是个视力字符串 下面就是 Wiz R1G 把这个属性的设为 Tru Pattern等于A Pattern的下面要讲 它是一个设置 正的表达式的关键内容 就是一个规则 你将来用什么样的规则来搜索字符串呢 都在他后面设置 都在这一点了 我们学政策表达式呢 也是学这个引号里面 这该怎么设置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规则来判断字符串是不是匹配 那在哪里面设置规则了 就是在这个属性后面 Pattern等于 双引号里面 在这呢 我设置上A的话 就是 寻找A 就在这个字符上的呢 寻找A 这是一个 常用的属性 那第二个属性呢 这是一个设置 大小写 是不是区分大小写 那我们再设置一些 在查找的时候呢 小写A和大写A 大写A是不是一样呢 那这由你来规定了 有哪个属性啊 由这个属性来设置 来规定 你只要对这个属性设置成处 然后呢 他就不分大小写 如果设置成false了 他就会区分大小写 这false的是一个缺省值 如果呢 你这个属性又不设置的话 你就不设置的话 他那 这个属性的值 那就是默认为false 他就区分大小写 party属性刚才说了 这是一个次幅串 用来定义字啊 正正在表达式的规则 缺省值为空文本 就什么都没有 如果说你这个不设置的话 那什么都没有 那你这个正在表达式呢 也失去了 它的作用 一般呢 我们都在这要设置它 我们每一次使用正在表达式呢 这个是最关键的 如果不设置规则的话 那你还怎么判断呢 multi-lan这个属性 字幅串是不是使用了多行 如果是多行的话 将来我们学到这个 美元符号 使用于每一行的最后一个 那这个多行呢 一个字幅串怎么会有多行呢 因为字幅串 大家知道有一个什么呀 换行符 如果一个前面一段字幅串 后面连移换行符 再连移着字幅串 那这就变成两行字幅串 那这就是两行 那多行 那这个属于它有什么用呢 将来我们比如说 我们判断这个结尾 我们需要对结尾的字幅串 进行判断 那么那这这么多行 这个结尾是最下面一行的结尾 还是所有行的结尾呢 它是由这个属性来设置的 那如果说你把它处 把它这个属性设置为处的话 那像这个 AEA这个 这个字幅串 连移上ABCA 那这个是第一行 这个第二行 不管是第一行还是第二行 只要把它的属性设置成处的话 每一行的最后一个字幅 都是 都是用于结尾 都是结尾 那结尾将来再应用的 这个美元符号来判断结尾的时候呢 它会判断上面这一行的A 也会判断下面这行的A 因为呢你设置成了多行 这是一个 Mutilean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也是非常有用的 将来 字幅串的还有的 快行符的时候呢 用它是判断 是非常好了 非常好用了 第五个方法 第五个是一个方法 那这个AQS 那这一个方法呢 它可以返回一个 Match 这样一个对象 挺长的啊 这个对象 该对象返回的成功匹配的 Match对象 其实说这么多 什么意思呢 那比如说我们 在一个长字幅串中搜索一个短的字幅串 我们搜索的时候 比如说在ABCDE 我搜索A 那我搜索的 符合这个A的 这个字幅串 都在哪个位置 它的长度是多少 它的具体内容是多少 它从第几个到第几个 那这一信息 这一信息怎么能获得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我们下面看一下例子 S2等于A454 BCE4A5 这规则是什么呀 A 这个是数字 加什么意思 就说这个数字后面有任意多个 就说A后面有任意多个数字 那具体咱们在下一期论会讲这个加号 还有这个斜杠D什么意思 大家在这知道 就是A后面有任意多个数字 A后面有任意多个数字 那这个A454是不是复合条件 复合 那这个A5是不是复合条件 它也复合条件 那么在这个字幅串中 有两个复合我们的规则 那我们怎么能够得到 怎么能够得到这些 就是说这些 这些字幅串呢 就说这些复合条件字幅串 我们怎么能够取出来 当然我们如果说我们需要使用的话 我们怎么取出来 或者是我们怎么能够判断出 它的开始位置 它的长度 还有它的值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是直接后面带一个字幅串的 行吗 它得到的结果 它得到结果是一个对象 什么对象 就存放 就是每一个 就是每一个复合条件 这个字幅串 每一个复合条件的 字幅串的信息 都会存遇 都会存入 这个查找后的这个对象 就使用这个方法后 它会返回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包括每一个 复合条件 这个字幅串的每一个复合条件的 它的开始位置 这个字幅串的长度 就是它的值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对象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对象来得到 那这就是这个方法的作用 我们看一下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它是一个提取一个字幅串中 提取字幅串中数字 并且呢 进行求和 我们呢 先演示一下 比如说这是一个 A2.1 B30 CC9 那这样一个字幅串 我需要提取出数字 然后呢 求和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NS 等于NS 41.1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字幅串中 可以提取出数字 然后呢 进行求和 那我们看一下代码是怎么样的 PART 它的规则是什么呀 规则数字 前面的点 前面呢 有任意多个数字 那点后呢 也有任意多个数字 那点呢 只有一个 那具体规则什么意思 咱们在后面呢 会讲 大家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它完成的意思就是 提取字幅 提数字 提数字 Z等于MA MA那是个变量 等于 AQ RG RG什么呀 RG就是你 给定的字幅串 你引入字幅串 现在MA变成什么了 变成一个储存 所有复合 你这个规则的 字幅串的信息 包括它的开始位置 每一个复合条件的开始位置 每一个字幅串的长度 每一个字幅串的值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循环 就可以从这个 对象中取得 每一个复合条件的内容 For E7M M也是个对象 EMA 在这对象中 S等于 S加上个 VLM 咱前面学了 VL什么呀 转换成数值 如果字幅的话 像加的话 它会变点 连接到一块 那不是求和 所以说这呢 要使用一个VL 来进行转换一下 那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 每一个 就是说这个对象 那每一个复合条件的数字 加在一起 那通过这样一个循环 我就可以 把这对象的所有的 给提取出来 并且加到一起 这就是这个 方法 它的作用 第四个 Test的方法 Test的方法 是返回一个不尔值 就是什么不尔值 就是处 或者false 那该值显示 这代表的是否 匹配成功 其实就是判断 两个字幅串 是否 匹配成功 就是说 你在判断两个字幅串 进行对比的时候 它是不是满足 你这个条件了 那现在 比如说这个S2 等于 等于这个字幅串 那么我设定了 一个字幅串 匹配规则 那到底这个规则 是不是能够满足呢 那字幅串 到底有没有这个 就是复合这个条件了 我们怎么判断 我们就可以使用 tags的方法来判断 咱们看一下 test很简单 就是test的判断 这个字幅串 如果点test 这个字幅串 Zen就显示 含有 就是复合条件内容 那这个呢 是一个字幅串 我要判断 它是不是含有数字 那如果说 我们不用正责表达式的话 我们需要 Ager进行判断 Ager进行循环 如果出现数字的话 我们才能够 终止这个循环 然后得到结果 但是用正责表达式 大家看一下 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设置 这样一个规则 反斜-D 然后加号就可以了 用test来判断 它是不是满足 这个规则 这就是test的方法 上面咱们讲了 正道表达式的几个 常用的方法和属性 这个呢 是正道表达式最基本的一些 一些概念 大家一定要掌握 咱们呢 这些关于正道表达式的基础 咱们就讲到这里了 要想就是说 听更多关于正道表达式的一些 介绍 咱们呢 下期再见 咱们